喝咖啡是你我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要介绍给您一家农场咖啡 从种植烘烤到喝上一口纯农咖啡产制一条龙就在龟山 带您去看看 眼前这片山坡地的咖啡树将近400棵 每棵都结石累累 龟山两美农场八年前开始种植咖啡 当初开始就是因为人家拿咖啡苗给我们示种 可是我们种了咖啡之后 必须要有一个人出去学后面的处理方式 那个人就必须是我 所以我就去上课 去听老师怎么说 怎么处理密处理水起日载豆的分别 然后再来试我们台湾 我们家这边的咖啡豆 比较适合哪一种方式的处理方式来使用 就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的进步 就会演变成这样 现在全部都有了 就是从生产到包到 从种植到生产包装 全部都可以一系列的完成 市面上咖啡店很多 也有专门烘豆的 但没有像两美农场这样能产制一条龙 因为树上的咖啡豆不会同时熟成 得等到转红之后 一颗颗人工采收 然后最克服的就是采豆会采到眼睛发黄 因为我觉得采豆很辛苦 像我们一开始做的话 我们都是纯手工去制作 像我们豆子是人工采 现在也是人工采嘛 然后到脱皮的时候 我们也是人工脱 也是一颗一颗的这样子挤出来 然后我会觉得这样子 不行才开始去外面再寻找脱皮的机器 农场今年参赛南投县的咖啡评鉴 优异的成绩让妇女俩相当振奋 已经去南投参加比赛 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外线市 它不能给你名次 它可以给你分次 我们分次是84.3很高分 其实得到好成绩也是一个意外 因为我只是想说 只有我们自己说咖啡好喝好像不太算数 我想要经过专业的认证 让大家来证明说我们的咖啡是好咖啡 满分很少人满分 最多是80几分 84点几84点9 给85最多是85就很多了 咖啡现在是农场保览的主力之一 不只是咖啡豆 咖啡皮也能泡茶喝 它两个就是两个 这两个种子是咖啡 这个是甜的 咖啡皮是甜的 它有果肉跟果皮在一起 这个是果肉 那我们再到下面 我们就是去给你们看一个 脱这个皮把这个硬壳脱掉 撑成咖啡里面 果肉有在吃吗 果肉是可以泡茶 它没有咖啡味 两美农场一年可量产 250公斤的咖啡 下次来这边用餐 不妨也爬爬山逛逛咖啡园 来杯自产自消的在地咖啡 享受午后的悠闲时光 陶远有线新闻 陈信为龟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